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看的经段在希伯来的六章13到20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主愿你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实领受你的话语 也能够照你旨意来行一下 你身上祈求祷告 奉主孙明 阿们 好 我们看的经段 邀请大家可以坐下来 花点时间来研读 只有几节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13到15节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责启示的 就指责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好 很有意思是 我相信我们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 是有一定的了解 至少在旧约创世纪当中 但是以色列先祖神应许 赐福给亚伯拉罕的这些经段 我们是应该是有听过的 但是更有意思是 在希伯拉署这边描写的时候 他先讲到说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然后指着自己启示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神是独一的真正 没有比他更大 的确是如此 但是当神要赏赐这样的应许的时候 是与亚伯拉罕立约 立约就是有两方 所以神就拿自己来当作保证 好 然后神立约立誓 其是 他指责他永远不改变的本性告诉人 意思是这件事情你可以来相信 因为神是可靠的嘛 然后所以当我们很清楚 越来越知道神的信实的时候 其实上帝所赐的应许 我们就好好抓住就对了 好 然后14节就是再次提到 过去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的部分 好 就是创世纪22章第17节 上帝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 他的后裔也要得到这样的福气 好 然后所以那些应许的内容 子孙也会多起来 好 然后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上帝所赏赐 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些祝福 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好 然后很有意思是15节提到说 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得了就是获得得到嘛 当神给亚伯拉罕 应许 说他后裔会像天里的星星海边的沙 那么多的时候 亚伯拉罕真的等了许许多多年 最后他的儿子再生出来 我相信如果有听过圣经故事 这些经段的弟兄姐妹都清楚 很久忍耐 好 中间也曾经没忍耐过 好又一直马里跑出来 但是当最后最后一直等到 真的是神预备的时候 所以其实有时候上帝要给我们 上帝有说要给我们 但是上帝也没说哪一天哪个时候 这时候我们也只能很久忍耐 当亚伯拉罕一直很久忍耐等等等等 就得到所应许的 所以我们很困难的是 的确比方说好 我听到有个对要给我的 但是怎么看不到 摸不到的时候 那信心或许会动摇 但是你求神进这家天 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看见 神应许要伺服 他必定赏识给我们 虽然那时间我们不晓得 但是就很久忍耐吧 然后所以在这样的历程当中 亚伯拉罕持续用信心来仰望神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圣经也直接就描述他是信心之父 或许会说 哇亚伯拉罕这么伟大 他才有这样的信心 我没有 但是不要忘记 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他指着自己启示 他已经要将这些应许来赏赐给我们 我们现在祷告 主张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能够再次来思想 祝你本身 就指着你自己启示 要赐下这些丰盛的应许 给你的百姓 主帮助我们就凭信心来领受 真的开我们鼠领眼睛 或许感觉在漫长的等待当中 信心在动摇 主但是也愿你亲自来兼顾我们 帮助我们持续的仰望你 吃手 能够专心来信靠你 向你圣上祈求 祷告 奉主的顺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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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